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今天要给大家聊这个话题 希望朋友们可以耐心听完 特别是一些刚买车不久的朋友们 因为这个关乎到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那就是车子如果不在塞电保养 出现问题以后 塞电到底还保修不保修 因为经常有很多朋友问我 说我这个车子现在还在保修期 但是我觉得塞电的保养费用太贵 我想去外面保养 那以后车子出现问题 塞电还管不管 那如果这个问题放到15年之前的时候 咱们不在塞电保养 保修期内出现问题 一般塞电都是不会管你的 而且咱们自己是很难维权的 但是15年的时候 国家出台过一个新的汽车三宝法 里面明确指出 塞电不能强制要求客户在电保养 但是很多塞电是不会告诉你的 为什么塞电不会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关乎到塞电的切身利益 现在的新车精灯是非常激烈的 可以这样讲 很多塞电卖新车是根本没有利润的 最多就是拿个年终返点 所以说它在新车销售上利润不大 靠的就是售后这一块 如果再告诉你 这个车不在塞电保养 也可以照常享受保修政策 很多朋友都是不会去塞电保养的 都知道塞电价格贵 其实现在大部分塞电 进场维修和保养的车辆 80%还都是在保修期内的 因为还有很多朋友是不了解这个汽车的新三保法 总怕自己的车子在保修期内坏掉 塞电不给理赔 特别是一些高端车型 像奔驰宝马奥迪这类的车主朋友 他们都知道在塞电保养一次 可能要花个一两千块钱 甚至更多的时候三四千块钱 但是没办法 这个车如果坏掉 修起来会更贵 所以就怕保修期内出现问题 就一直在塞电保养 出保以后才选择到外面修理厂 因为在平常的工作当中 遇到车主朋友第一次到外面保养 一般都是超保以后 这个过了保修期 才选择在外面保养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 我身边的真实事情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买了一辆现代的车 它这个是双离合的双箱 1.6T的发动机 这个现代的双离合双箱 也是非常爱出问题的 那它这个车就是买完新车 塞电做完手保以后 就直接在我店里保养 两万多公里的时候 这个离合器坏掉了 就是起步的时候有抖动 然后我就给他讲 我说你直接到塞电 让他们给你索赔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从来就没有在人家那里保养过 人家肯定不会给我赔 不行自己花点钱修一修就算了 我说你都没有去试过 为什么不给你保修 然后他隔天就到了塞电 他去的这家塞电 还不是他买车的塞电 是另一家同城的另一家塞电 然后这家塞电就告诉他 你没有在我们这里保养过 没有记录 无法给你保修 你到你买车的那个塞电 就问一下 到了买车的塞电 这个塞电同样的话数告诉他 你从来没有在我们这里保养过 这个离合器无法保修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就告诉他 你告诉他们这个发动机的保养 和离合器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 我无话可说 是因为保养引起的故障 我现在开车就走 如果不是因为保养引起的故障 你就给我保修 不行我就打电话投诉 接待人员听完以后呢 就跟他讲 这个情况呢 我们要向上级要向厂家汇报一下 你等充着吧 然后第二天呢 他就接到了这个塞电的电话 告诉他可以保修 他就把车呢给开过去 最后呢 换了这套这个离合器片 这个离合器片如果自己换呢 最少也要三五千块钱 所以呢这个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其实像这种问题啊 它跟保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因为保养是给发动机换机油 这个变速箱的离合器呢 它是没有油的 即使这个变速箱换油呢 也跟离合器没有关系 所以按照常理来讲 它是没有理由不给你保修的 像这种问题啊 其实现在很多塞电啊 都是在打擦边球 它能给你汇油走就汇油走 汇油不走呢 它肯定是会给你保修的 不行就打电话投诉 其实这种问题 咱们很多这个国产品牌的 其实是做的不错的 像这个奇瑞啊 很多咱们买新车的时候啊 你如果问这个销售人员啊 这个车可不可以带外面保养 他们的回答呢 都是可以的 只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啊 如果以后发动机出现了问题 只要能提供你保养地方的维修资质 或者用的机油的一些资质就可以 证明这个油没有问题 是发动机质量引起的 都会给你保修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新三宝法 上面是非常明确的 大家有时间呢 可以自行的上网搜一下 要仔细阅读一下这个新三宝法 确实对我们车主朋友的利益呢 是保护的非常到位的 所以很多朋友担心这个车子呢 在外面保养 塞电呢 不给保修 其实这种说法 都是塞电的单方面行为啊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汽车品牌的厂家呢 在这个说明书 或者使用手册上告诉你 如果保修期内不在塞电保养 就不予保修 因为汽车厂家 都是严格按照三宝法上的政策执行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有时候遇到这种问题啊 打厂家的投资电话 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今天给大家说这些呢 并不是建议大家 一定在保修期内要到外面保养 只是让一些 想在保修期内去外面保养的朋友啊 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朋友们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